不知前輩為何一直跟著在下 半步造化境 高級陵服侍 當真是位天才少年 想必你就是靈動吧 前輩過獎了 不知有何指教 老夫是位吞噬祖符而來的 吞噬祖符 那是什麼東西 你究竟有沒有吞噬祖符 老夫一探便知 小友 勸你不要亂動 萬一老夫控制不好力道 那結果可就不好說了 奇怪 竟然真的沒用 前輩 在下說過 從未聽說過什麼吞噬祖符 但老夫卻是在殷葵宗 感受到了吞噬之力的波動 小友 你還是跟老夫走一趟吧 前輩 在下還有鑰匙在身 恕難從命 老夫可不是在與你商量 不錯的煉體工廠 老實待著 小傢伙 你的實力 在大延王朝也許還不錯 不過在我面前 也就不過如今了 小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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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好 想不到你這小倍 竟能有一分血靈葵 僥幸所得 以為靠著這血靈葵 就能擊敗老夫 血靈葵 起 小子 若是再拖下去 血灵鬼就要失控了 这老家伙真是厉害 得想个办法摆脱他 那是吞噬之力 我的灵符 还我灵符 小游且慢 血 看来是老夫搞错了 这确实不是吞噬祖父 我说过 从来没有听说过吞噬祖父 还请前辈归还灵符 不过这灵符也有少许的吞噬之力 想来应该是踏印子祖父 老夫还想留下来继续参悟 说不定会有吞噬祖父的线索 什么 老夫也不会白要你这小辈的东西 这样吧 给你一本功法作为补偿 太轻有天不 这是一部造化级的武学 它的价值肯定够得上你那灵符 好吧 那在下便告辞了 真是灰气 想不到只是一枚踏印的灵符而已 不过至少也是有线索了 若是老夫得到吞噬祖父 拿了 少 少公主 成功了 半步造化镜 吞噬祖父古人强大 竟能将地上寒气直接转化为天地原力 祖父这等神物 有这种能力也不足为奇 小子 吞噬祖父的能力应该不止如此 能将它发挥到何等地步 还得看你这个持有者如何使用它 那我可以借着此地的地上寒气 一举突破之造化镜大成 小子 莫要操之过急 虽说你凭借着吞噬祖父的炼花之力 短时间内便从造气镜 突破至半步造化镜 但别忘记你的元丹也是有极限的 若是急于求成 说不定你会因元丹诈离而亡 什么 像祖父这等天地神物更是需要谨慎使用 若是掌握不好分寸 只会将自己反噬 雕夜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明白吗 小子 明白了 我们加紧离开此地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鬼地方 快了 待宗主将灵动的妖兽炼制成兽捆 我们就不用守在这里了 为什么 到时候那只畜生便会帮宗主找到灵动的尸体 那样的话宗主便能找回之宝了 那样的话宗主便能找回之宝了 什么人 你 你是灵动 说 你们把小颜怎么了 他已经被宗主抓住 带回鹰魁宗了 同场 感谢各位 今日赏脸光临 今日请各位前来 是想跟大家商量个事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荒郡 是大阎王朝第一大郡 但我们各宗各派的实力地位 都远逊于四大宗族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盘散沙各自为政 如果我们能联合起来 绝对足以跟四大宗族平起平坐 藤叉宗主言之有理 我们大荒郡早该联合起来了 说得不错 奥花们愿意追随藤叉宗主 共帝蒙约 我们也愿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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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宗兄 慕雷兄 你们意下如何 这个 姿势体大 还是从长计议比较好 我也得回去 跟蒙内兄弟们商议一下才行 那是灵动的坐骑 各位对这畜生并不陌生吧 今日老夫要将他炼之城受鬼 他是想借那妖兽 巡回被林栋夺走的质宝 若是腾叉巡回那质宝 吞变我们大摩门是迟早的事 在老夫巡回质宝之时 便是我大荒郡崛崛起之日 什么 什么 这怎么回事 是谁 是谁 那小子居然还活着 林栋 你竟敢对小颜栋手 林栋 想不到你竟能从悬阴剑 你竟敢活着出来 倒是省得我用这畜生去找你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哼 狂妄的家伙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我便让你有来无回 嗜血魔兵 你 你 怎么会 这怎么回事 林栋 这卑鄭 你这卑鄙的家伙 有本事就跟我正大功名的打一层 放我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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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栋 你要干什么 啊 林栋用的是什么招数啊 难道是精神力 精神力能达到这等境界 是 曹镇长老 宗主救我 走 宗主 什么 曹镇靖人 想不到这半年时间 林栋的实力变得如此恐怖 曹镇长老 林栋 你竟敢杀我宗的门人 大黄晋所有宗派 诛杀此人 诸位 今日之事 是我林栋与殷宗的恩怨 和在场的其他人无关 对啊 但若是有人要站出来 与殷魁宗一起 那曹镇 就是你们的结果 那林栋的实力 太惊人了吧 就怎么办 高者可是半步造化的强者 这林栋一招就 殷魁宗的恩怨 与我们大摸门无关 对啊 武盟也不会参与 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我们也不参与 喂 这跟我们也没关系吧 快 我们也退下了 哼 一群没用的东西 老夫便亲自解决你 造化青山 什么 天灵击法 四季合一 四季合一 造化山壁 宗主 秦宗主 五 五 六 五 五 好 好 死鹰九破了 林洞竟能将藤叉逼到如此地步 藤叉的实力绝不止如此 那林洞明明只是半部造化镜 却能压制住藤叉 着实让人意外 造化镜大成 不过如此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造化武器 大荒分海印 这也能称之为造化武学 这也能称之为造化武学 大荒求天职 一职求天帝 民殡 子�Est 年龙 语 这就是你最强的武学 大荒求天职 二职碎山合 什么 那小子 竟然连续施展造化武学 凝毁血不易 外门邪道 走 别闹 小心 温室之力 这是什么力量 好 到此围起来 宋主 宋主 宗主您没事吧 看来腾刹这次是彻底败了 林冻的实力太强大了 如今恐怕这大荒郡中 已找不出能够与其媲美之人了 鹰鬼宗弟子保护宗主 是 所有弟子启动护宗大阵 是 所有鹰鬼宗弟子发动护宗大阵 是 林冻 与我的护宗大阵 让之宝交出来 便让你和你的妖兽安然离去 你也配跟我谈条件 既然你自寻死路 那我定成全你 护宗大阵 开 看来这是鹰鬼宗最后的底牌了 不知灵动要如何应付 灵势之道 灵势之道 这是什么力量 这力量太过瘾了 灵势换 灵势之道 禀少公主 法阵已修复完毕 嗯 少公主 这法阵显然是人为破坏的 难道是有人想阻挠百朝大战 嗯 少公主 刚刚的原力波动是 那是我先前感应到的怪异波动 只是这次的波动强大了许多 少公主 我们是否前去探查一番 想必这绝非是寻常的宝物吧 我们的任务 是查探远古战场周围的法阵 若这力量真有什么奇特啊 师父也会另有指示的 少公主说的是 是属下鲁莽了 走吧 我们去下一处法阵 是 少公主 属下认为 我们应该留守一人在此 说不定 那些破坏法阵的人还会回来 嗯 马老言之有理 那我们留下一名弟子 看守在此 属下愿留下看守此法阵 嗯 这种小事 交给弟子们便是 属下是担心 若对方的目的是阻挠百朝大战 想必实力应该不容小觑 既然马老坚持 那便有劳了 我们走 是 鸡不可施啊 鸡不可施啊 我 看来 这便是那质宝的威力 索性质宝是被鸣咚所获 滕叉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快 再次发动大阵 宗主 我等已经没有余力了 灵动 朕该把你早点解决掉 你现在后悔 已经晚了 灵斗 滕叻 你想做什么 做得好雷尔 干掉那只畜生 走吧 小人 你这是做什么 爹 收手吧 灵动修 还请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殷葵宗吧 逆子 殷葵宗什么时候求过人 沙宗主 所有殷葵宗弟子 杀了那小子 夺回至宝 吞噬之力 我殷葵宗必然能够称霸整个大阎王朝 小子 你怎么了 我 我似乎能看到滕叉的一些记忆 想不到吞噬祖父还有这种能力 吞噬祖父 想不到藤叉竟落到如此下场 藤叉竟然被干掉了 那灵动简直就是怪物吧 灵动竟以一人之力 心悔造武 恐怕要夜觉不振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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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姑娘 穆雷宗主 多谢两位所赠的纯元丹 和这身战袍 林栋兄弟说笑了 此次你打垮了殷葵宗 算是为我大摩门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在下并告辞了 公子接下来 可是要前往林氏宗族 参加足笔 正是 相信以公子的实力 定能在足笔中脱颖而出 多谢穆姑娘 对了 有件事还想请穆姑娘帮忙 公子请讲 还请穆姑娘 帮我照顾一下 大英城的英之武馆 这人情以后若有机会 在下必当报还 林栋公子客气了 这件事就交给千千吧 多谢 我们后会有期 告辞 林栋兄弟 一路顺风 林栋兄 走好 林栋兄弟 保重啊 保重啊 千千 你既然对她有意 何不劝她留下呢 她只不在此 任谁 也是留不住的